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六五三章大事已去。刘复青神色黯然地走了出去。他知道,这一次是真正的大事已去。想必赵紫谦早就对他做的事情,极度不满了。这一次早就给自己设好了局。早知如此。何必当初呢? 呵呵。小叶,事情大局已定。这个会长,非你莫属了。袁正南呵呵地笑道。 袁老,其实这里,最有资格的人,还是您老人家。叶浩轩苦笑道。 不可。不可。我们老了。好多事情。让我们去做。我们会有些力不从心。反倒是你们年轻人。有干劲。这个位子。还是你来做吧。 我们这些老家伙。我们这些老家伙。在后面力挺你。为发扬中医。做出些贡献。 袁正南呵呵笑道。 是啊。事到如今。你就别推辞了。 让别人做。我不服气。 中医八大流派。纷纷支持叶浩轩。 叶浩轩笑道。各位既然这样抬爱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不过,我的年纪太轻。担此大任。实在是力不从心。 我有个提议。让贵老担任会长。我做副会长。我想。以贵老的资质。肯定能掌控得鸟大局的。 那好。事情就这样定了。贵老今天不在场。我替他答应了下来。 小叶。你上来说几句吧。 赵紫谦微微一笑。让开了主席台上的位置。叶浩轩点点头,走到了台上。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。 什么是国粹? 走上了台。叶浩轩第一句就问。 台下静的一根针都能听到。没有人回答。他们要看看这个年轻的会长。到底有什么能力。能让赵紫谦。以及中医八大派留的人,纷纷力挺他。 中医。就是国粹。 事实上。近代中医没落。就连我们自己国人。都不相信。中医能治大病。 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。中医能治病。而且能治大病。就在一个星期前。 我用中医。治好了瑞典国公主的急性白血病。记住。是一个星期。 叶浩轩的话,引起了下面的人一阵轰动。用一个星期。治好急性白血病。这该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。 要知道。白血病。要知道。白血病的治愈率。低得可怜。而且,这还是建立在骨髓移植、长期化疗以及做树后康复的前提下。 一个星期。临床治愈白血病。这基本上。是一个神话。 叶医生。你说的是真的吗?那我们可以采访瑞典国的公主吗?她会站出来为中医说话吗?有名记者问。 当然会。 随着一个声音响起。安琪拉带着安妮。从会议室的门口走了进来。在她身后。还跟着瑞典国的大使以及瑞典皇家侍卫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来。 记者们蜂拥而来。长枪短炮对准安琪拉姐妹。安琪拉和安妮身上的光环。在那瞬间几乎亮瞎了在场所有人的狗眼。 经过叶浩轩一个多星期的治疗。安妮的病情已经有了很好的改观。现在的她虽然脸色微微有些憔悴。但是总体来说。她的精神还算不错。 很难有人想象。在一个星期以前。她的身体。瀕临在生死的边缘。 我可以作证。也治好了我妹妹的白血病。在这里。我感谢中医。带给她第二次生命。 安琪拉的声音远远地传出。一边的翻译把她的话翻给了在场所有人听。 得到了瑞典公主亲口承认。在场的人无不震惊。 我将会以瑞典王室的名义。在这里筹建一所医院。方便我们瑞典和华夏进行交流。 以后我们每年都会派人前往华夏来交流。同时,把我们研究出来的西医成果。带给华夏。 以便造福更多的人。毫无疑问。安琪拉的话,带给现场的振动是空前的。那些记者们快速地记录这安琪拉的话。 以便能第一时间把这件重要的事情给传出去。 瑞典皇室的医术。在世界上绝对是一溜的。在美国医学协会成立之前。 瑞典的医疗设施。是公认的世界第一。这所医院。对于两国来说。都有这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关键的是。这其中的政治意义非比寻常。这绝对是一件能够轰动全国的大新闻。 公主殿下。请问一下。您是对叶医生医术的认可。还是对华夏中医的认可。据我所知。 华夏的中医没落。其实大多数的华夏医生。并不能做到叶医生这样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一外外媒拿这话筒问。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吧。一边的尼尔松走上前去。 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尼尔松。是瑞典王室的首席医学顾问。 尼尼尔松的话再一次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。大部分的人都听说过尼尔松这个名字。 他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权威人物。更是某届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。 他所得出的成就。可以说是医学界一笔巨大的财富。 尼尼尔松。请问你是那外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吗? 不错。就是我。 得到了众肯的回答。记者们蜂拥而来。把尼尔松微微地围住。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对业的医生认可。更是对中医的认可。因为大家都知道。因为种种原因。华夏很多高明的医术。都失传了。 这段时间。我读了不少关于华夏医史。知道了早在几千年前。你们中医。就有一名叫华陀的人。可以在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条件下。能给人做开颅手术。这放到现在。是不可能的。 中医。有这几千年的传承。而西医。则是近代崛起的。以前的我。根本不认为中医能治病。认为它是巫术。但现在看来我错了。我大错特错。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快点学好中文。然后。把这种高明的医带到我们瑞典国去。 在这里。我再次强调。我们相信叶医生的医术。但是我们更相信中医。 中医没落。但是我真心的希望。你们华夏人能够重新振兴中医。让华夏的老百姓。甚至全世界的人。都能在其中受益。 尼尔松的话是发自肺腑的。他的态度很诚恳。翻译完了之后。 现在灯石沸腾了。 众人都用热切的眼光看着叶浩轩。在场的人。大部分都是中医。 但是中医现在的状况。不用说。大家心里都清楚。除了几个小病小痛。或者腰椎肩盘突出的小病小痛的患者。 平时用用针灸。致致头痛脚痛什么的。 不是说现在的中医要看化验单。显得不伦不类。 而是因为。现在的中医。如果不懂点西医的话。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。 其实华夏人丢的东西。又岂之只是中医。 当年道家武术。山、医、命、像、拨到如今。也只有中医还有那么一点可怜的传承。 余下几数。就算是有人懂。又能懂得多少。 现在终于。中医有了希望。这让在场的老中医们。如何不激动。 叶医生。哦。不对。现在应该叫叶会长。中医没落。如果谈发展中医。首先要做的是发展中医人才。你要如何开始做起呢?一名记者提问。 中医的没落。跟我们的国情和传统是分不开的。有些传统是不能丢。但是有些传统。却害人不浅。 就拿中医来说。传男不传女。传敌不传外的规矩。就是中医没落的最大原因。 华夏人比较藏私。就算是自己的徒弟。也要留一手吃饭的绝技不交给他。这样导致我们祖宗的东西越来越少。 而且中医比较特殊。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所需要用到的以气欲针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得了的。 以前的中医。大多数都是从小就跟随师父学医。这放到现代。是不可能的。 我认为。想发展中医。首先不能藏私。我已经整理好了一些关于中医的资料。这里面。包含有中医五行学说。太乙神针入门针法以及深层针法。还有鬼门十三针都绝技。以及针九十以气欲针的气功心法。 我会把这些东西印刷成册。向全国发行。同时打造医学论坛。不定期讲解中医知识。有问题的。都可以在论坛上提问。我会一一做解答。 发展中医。发展中医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因为我们的国粹。丢得太多。太久。现在我们需要的是。从头再来。相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。新一代的中医人才。就会被培养出来。到那时候。 才是中医能遍地开花的时候。叶浩轩的话。毫无疑问地博得满堂彩。当下。以袁正南为首的八大中医流派。把整理好的。自己压箱底的功夫。交给叶浩轩。以便让他鞭策成书。这次会议。终于圆满结束。接下来的日子。叶浩轩整个人忙得几乎要飞起来。 中医资料。如果要整顿的话。不亚于一套四库全书。单是叶浩轩自己得到的知识传承就够他整理数个月。还好中医八大流派的东西是代代相传的。叶浩轩直接拿给出版社印刷就可以了。 有军刺在。医学论坛的事情反倒容易得多了。叶浩轩在论坛上放下了以气欲针的内功心法。又放上数等推拿手法以及太乙神针和诸种针法。 论坛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。军刺又施展特殊手段。黑入各大新闻网站。论坛的服务器。然后把医学论坛的贴子置顶。 论坛的单日,浏览量就达数千万。其实在全国各地。中医的爱好者还是挺多的。只是平时没人能接触到罢了。而大多数人。则是冲这夜浩轩纳门气功心法去的。